清晨的鲁姑湖小雨细细丽丽的 空气很清晰 后面那个就是阁母女神山 那些上面仙气飘飘的 清晨的里格半岛非常的清静 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鲁姑湖边 其实如此 于是我就拿出我的无人机 在这里尽情的飞了一把 也许此时我并没有想到 这会竟是他生命中倒数第二次出场 那也许朋友们会觉得 这个航拍的视频没有以前那么清晰 其实是因为这个视频是缓存在手机里面的 而真正的视频则随着我的无人机 掉进了金沙江里 群山脚下的里格村庄 安静祥和 少了白天的那种喧嚣与热闹 青山绿水 白云古村 真的映了那句古事 山色空蒙 雨一起 被小雨洗涤过的村落和石板路 显得愈发的清晰 无比 当然 更美的还是鲁姑湖畔 背靠青山和古村的鲁姑湖畔 挺靠着一排各种颜色的驻操船 湖畔上的垂流随着尘封轻浮仿佛摆动着湖面的阵阵涟 而圆条湖心在水雾之中就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 正如在上一篇游记中我给大家介绍的鲁姑湖的这个景点的情况 它是一个云南四川两省共有的一个景点 那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一个半岛 它已经属于云南宁浪这边了 那根据今天的行程计划呢 我们会从这里出发前往月光之城香格里拉 那刚好在前行的途中会把鲁姑湖属于云南这边的几个景点一并游览 这样也算是环湖了吧 我觉得这个线路是非常好的 因为可以不走回头路 早上起来的话 我们从里阁那边 香格里拉这边去走 正好把鲁姑湖属于云南这边的一段可以游览了 然后前面的话 先后经过了这个小鱼坝大鱼坝 还有大落水村 然后继续朝前面走 女儿国 我们到这个鲁姑湖的观景台来看一下 据说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鲁姑湖 哇云雾缭绕的 今天温度13度 哇这个后面的这个景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现在是在那个观景台 鲁姑湖的观景台 它是在云南明浪这边 看一下我身后多漂亮 哇这个好漂亮 今天这个有有雾啊水雾啊 看上去更具有仙意啊 哇好神奇啊 这个一分钟这个雾啊就散掉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村庄了 看到没有 刚刚还是那个云雾缭绕的 啥也看不清楚 从鲁姑湖出来以后啊 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月光之城 香格里拉 想知道我的无人机是怎么炸击的吗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聊